因為人民使用設計師 也做生日替好行行行行行行行 一直睡覺到南道市和民間鄉的基民 讓大家生活品質都受到很大影響 南道館的副館長丹晉晟 今天是在早上6點 就特別參與環保局 農業組和警察局典型院 做生聯合欺財稅州 正公民間同公日水館 進路頂面來進行大家 這幾天天氣沒什麼好 自報名就開始落後 南道館副館長丹晉晟 以往是來跟民間鄉 連頭在請客車的車輛 車輛一台接過一台 都沒發現有人頭在請客車 副館長丹晉晟跟客車營完 從早上6點開始 就押到河山進行出地 這站就是2點鐘 我們今天特別針對生技分的問題 由環保局 以及我們的農業處還有警察局 共同組成一個小組 到民間鄉來進行 兩個路線的一個攔查工作 上一陣子天氣熱 家鄉現在都很不開始爬背 地圖民間鄉跟南道養的好事 某某事 如果是環境衛生不好 對著關公三郵來說 也有這麼大影響 因為我們了解生技分的思維 會自身蒼蠅 甚至於對我們整個大環境 影響的層面太廣 太大了 所以今天這個攔查工作 只是我們不定時的一項工作 成技師有些是生好心 團出來的氣味又吃壞皮 上一陣子路水川 就因為有人要成技師 在層附近的居民 晚上燒到睡不去 對處管政府希望農民 可以做回來配合 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農民 大家不要再使用生技分 因為這樣會造成 我們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甚至也影響到我們 旅遊大眾來到藍頭觀光的一個熱情 雖然今天天氣不好 沒有發現有人投在請客人 不過管政府強調 未來也會繼續在地坑進行客人 若是發現有人為貴 正要依照飛機物再利用的相關法令 做六千塊以上的法款 緊接著我們上次的報導